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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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昨天跟同兄们提示过 今天我们再把它加强一下 我们学习善导大师的著作 同兄们用心去体会 善导大师给我们介绍净土法门 可以说是完全随顺佛意 并且把我们凡夫的一些思议 逻辑的这些角度呢 慢慢慢慢让我们把它放下 乃至于我们修学通途的佛法 乃至于我们修学通途的佛法 这个里面的一些理论 乃至于知见概念 主师都不希望把它夹杂到我们念佛法门来 使我们保持一颗纯净的信心 在这个地方呢 善导大师又提醒我们 一切欲往生知识的 就是你想要到极乐世界的人 善导大师就提醒我们 要善自思量 思量什么呢 宁丧今世 宁可你现世受到伤害 错信佛语 不可知菩萨论以为子难 在这个法门里面 同学们要千千万万的要记住 是以佛语作为绝对标准 而且佛语 我前面向同学们报告了 要以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所说的话 作为绝对标准 佛在净土三经以外所说的话 佛与我们净土三经的宗旨 不相应的地方 我们也不能采取 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的信心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一旦生起信心 往生是很容易的事情 往生很容易 但是很难信 很难信呢 很难信呢 你生起信心了呢 假如你不明白这些常识 就学佛的这些常识 你的信心很容易就会被人家摧毁掉 谁来摧毁呢 你知道他是魔 当然他摧毁不了你 魔摧毁很难 谁来摧毁你容易呢 菩萨 菩萨是佛的好弟子 但是他来告诉你 你不能往生 你就麻烦了 我们一看他不是魔呀 他是如法的佛弟子 修行如法如理 而且修行有成就 乃至于证得菩萨果位 但是菩萨果位 他对这个法门还不是透彻明了 他在说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依他所学的那个法门的理论 来评判净土 按照他那个理论来评判 我们可能又没有把握往生了 所以这一段讲的是别时意气这一段 今天我们往下讲 同学们要顺着这个重点呢 一定不能够偏思 稍有人情在就会有障碍 这个人是厉害 是菩萨 乃至于高声大德 乃至于是什么什么样的善知识 他说我不能往生 然后你就动摇了 所以三岛大师告诉我们 这一段话我特别提醒同修们 像这个话 只有讲到观经四帖书的时候 我才敢顺着往下讲 平时你讲出来 人家不但不信 还会认为我们有问题 我以前向一个同传道友讲过 印光大师在文抄里面说过一段话 我看文抄的时候呢 看了这段话印象非常深 但是在哪封信看到的呢 我没记下来 看到之后我就跟我们一个同参道友讲 什么话呢 印光大师讲 来生做人 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难的 不知道多少倍 那一般人认为往生比来生做人要难的多 但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假如某人想修 修到来生还是人 比求生西方净土 不知道要难多少倍 我把这个话跟我们一个同参道友讲 我这个同参道友就跟我说一句话 不敢苟同 不敢跟我的观念相同 我说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印光大师说的 他也不敢苟同 我看完这段话又忘了是在哪封信看的 我要找找不到了 印光大师文抄也很多 所以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也没办法 从他的表现当中 我就能体会到 在这个法门里面 你要有一个真正的认知 不简单 所以同学们 我们今天在一起 能学到观经四帖书这个缘分 可以说是不可失忆的缘分 可以说是不可失忆的缘分 我们在学习当中 你要把这些重点能够看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还提醒同学们 这些佛学常识 佛在不同宗派经典里面说的话 宗旨不一样 佛说的话也不一样 教不一样 还要分析根基不同 我们现前学这一段呢 是第五门 叫通别 会通别识意者 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净土念佛法门呢 你念这一声佛号啊 佛在经上说你能往生 是别识意趣 什么叫别识意趣呢 就不是真往生 是将来某个时候往生 就像法华经里面啊 所讲的 一成拿摩佛 皆共成佛道 是种个善根而已 佛道所设而已 所以向下同学们要注意看了 善导大师这个分析 我们要看清楚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 什么叫佛力加持 同学们 我们现在学善导大师的诸解 就是由祖师传承 作为我们的一句 我们的信心容易生起 所以这段话呢 我再 再一次给同学们强调 善导大师这段话 寧伤今世 错信佛语 我相信佛的话 就是错了我也相信佛的话 不可知菩萨论以为止难 若以此职责 即是自私勿他也 你自己所损失 你在把这个话往外传 你也伤害别人 伤害严重了 别人就不能往生 就障碍别人往生 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无意当中都做了不少 我们学了观经世帖书 我们就要忏悔 把它调整过来 下面是善导大师的摄问 这个摄问都是帮助我们破疑的 大家往下看 问曰 云和其行 而言不得往生 答曰 若遇往生者 要须行愿具足方可得胜 今此论中但言发愿不论有行 前面讲了 有人呢 乃至于其他的这些祖师大德 前面讲的 久来通论之家 不会论意 错隐下品下生 实生称佛 与此相识 就是与那个前面所谓的 别时意是相应的 他也认为这个下品下生的人呢 一生造作极重罪业 临终十生称佛 佛说他往生了 他们认为这个是别时意去 为什么认为别时呢 通常我们都认为 若遇往生 要须行愿具足方可得胜 那么他看这个临终的 就是造作极重罪业这个人 临终念这个佛号呢 但言发愿不论有行 所以说他不是真正往生 这是他们认为的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呢 是事事不是别时意 他是真往生了 同学们往下看 问曰何故不论呢 答曰乃至一念成为错心 事故不论 这句话同学们看准了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时读观经诗帖书 你一读就过去了 这个损失可就大了 他为什么说 但言发愿不论有行呢 这个地方就问了 何故不论呢 不论他这个行呢 只说他有愿呢 答曰乃至一念成为错心 事故不论 他认为啊 这个临终十生称佛 他那个心 没用 他只是张嘴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他那个心不相应 所以不论有行 所以不论有行 临终呢 他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他念了 他念了只是代表他发愿 要到极乐世界 他那个心呢 叫成为 乃至一念成为错心 叫用心 所以说他没有行 同学们注意 这个没有行 是通论之家所讲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观念呢 我以前就有这个错误观念 前面我向同学们报告 我在一个念佛堂里面 大众念佛打佛气 我去给他讲开示 我就讲错了 我就告诉大家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同学们这句话 你看看散导大师怎么讲 我们通常会认为 嘴上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口念心散乱 乃至一念成为错心 他心是乱的 同学们你说 临终这个人心乱不乱 五逆十恶 急重罪业 临终地狱向陷 他那个恐怖心 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 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 谁也救不了你了 念佛吧 他心慌 称念这个佛号 所以通论之家只认为 他念这个佛号 只是为了到极乐世界 有这个愿 但是他没有行 他那个心 那个时候你让他心定下来 你让那个时候的人心定下来 然后要与戒定会相应 你是太难为他了 同学们不信你就到圣涛沙 你去玩一玩那个游戏 非常恐怖的游戏 那个时候你告诉他 你要戒定会 哪有戒定会啊 叫吧 那个车飞上来飞下去 那人都是喊啊 你让他那个时候把心定下来 你是太难为他了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 跟我们同学去圣涛沙 我就去享受了一下这个游戏 所以过去古人呢 说看一个人放没放下 古人教我们可以去勘验 你怎么 你有没有放下 告诉人呢 你走到悬崖峭壁 底下是万丈深渊 你走到那个地方 站在那个地方 你看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你就知道有没有放下 我们去玩那个圣涛沙那个游戏 我一上去 哦 才知道自己放没放下 害怕不害怕呢 害怕也不害怕 那个游戏我记得印象最深的 就是最后一个镜头 这个车呀 就从几十层高的楼 这么竖着就摔下来 当时我也听不到 旁边人有没有念佛呀 我们就感觉这个车 一下从四五十层楼 就这么眼看着很立体的就掉下来 那个时候我记得庄联师还念呢 拿摩阿弥陀佛 我们有个同修说就变拿摩了 念太多字了 阿弥陀佛吧 出来之后我们讨论害怕不害怕 有一点害怕的心 但是知道它是游戏 绝对摔不死人 那摔死了谁还去啊 这个车在往下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肯定死不了 但是还是害怕 心里面还是有点 有点感觉 车眼瞅地摔到地上 一个手就把我们拖住了 就是那个变形金刚 所以这个游戏玩完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在世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恐怖的事情 但是你要相信阿弥陀佛 你知道最后一定没问题 肯定死不了 就像我们看完《弥陀经》 临终阿弥陀佛肯定接 肯定不能堕落 不负更多恶道缘 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保证 所以这个游戏我玩了之后 我就想 哎哟 那个手就是阿弥陀佛的手 你一坠落在最后一刻 要死的时候 要临终的时候 佛就给你接走了 所以这个成为错心呢 同修们这个地方 是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同修们 我说的这个意思对不对呢 有没有领会错呢 同修们往下看 问曰 愿行之一有何差别 大家往下看 答曰 如经中说 但有其行 行即孤 亦无所至 但有其愿 愿即须 亦无所至 就是有愿 就是有愿 光有愿也不行 光有行也不行 要须愿行相符 所为劫克 就劫克就是你才能够真正的正果 是故 事故 今此论中 直言发愿 不论有行 论中就说 这个人呢 临终被诅念这个人 他念了十成佛号 他只有愿 没有行 就前面说 他那个心呢 虽然口念阿弥陀佛了 他那个心是恐慌的 是看到地狱向现了 害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还是害怕的念 换句话说 那个心是乱的 按照通图法门 这个恐怖心是属于乱心 一旦恐怖境界现前了 我们就慌了 这个叫慌乱 所以在通图的教理里面 看这个人是不行的 他只有愿没有行 大家看善导大师怎么解释 事故 未及已得生 于远生作因者 其亦实也 按照通图这些人的讲法呢 是这个道理 下面同学们注意 善导大师要给我们 说净土中的真实意 问曰 愿意云和乃言不生 答曰 闻他说言 西方快乐不可思议 极作愿言我意愿生 导词于已 更不相续 顾名愿也 今此观经中 实声称佛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就是善导大师 给我们解释特赦了 这个画我提醒同学们 同学们有机会 你有这个书的话 你把它画下来 这个都是让我们往生 保证我们决定往生的依据 今此观经中 注意了 实声称佛 极有十愿十行俱足 所以同学们 我们平时有认为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净土宗里面的话 假如是的话 善导大师 那善导大师的话就错了 你看 十声称佛 称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十声念佛 十声称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别念十声念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叫称佛 你别管你的心 张嘴念出来 善导大师就告诉你 十声称佛 即十愿十行俱足 大家再往下看 云和俱足 我们怀疑了 张嘴就俱足了吗 善导大师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俱足 言南无者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就是发愿 就是归一 归命 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示异故必得往生 所以这个话 同学们 你要是书法好 你把它炒下来送人吧 送一个一个往生 送一个一个往生 这些善导大师的话 我们真正相信接受 哪个人不能往生 你说我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会不会张嘴念 我口念弥陀 心善乱 现在还怕不怕 十声称佛 就十愿十行俱足 就是每一句都是圆满的 愿行俱足 就念念称佛 念念圆满 然后同学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地贤老和尚教锅楼酱 你要是出家 你要听我的话 我要教你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就再念 老和尚可能都没给他讲弥陀经 你就念就行了 他那个心呢 你天天张嘴这么念 就能往生 大家敢不敢相信 你按照通图法门的理论一衡量 这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我跟同学们按照 散导大使这个意思 这个枉然 枉生不枉然 这个可能是禅宗祖师 说你念阿弥陀佛 假如心不相应 你不能开悟 这是在其他宗子来讲 叫喊破喉咙也枉然 但是在净土中 我们按照散导大使这个思想理念下来 我们师生称佛是愿行俱足 所以你看散导大使的著作 散导大使来提醒我们 在这个法门里面 宁善今世错信佛语 不以菩萨论为自难 所以有很多人念佛 他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你问一些念佛人 能不能往生 摇头 为什么摇头啊 他说我口念阿弥陀佛了 但是心不清净 他认为这个往生在他的心的那个位置 在心那个位置 同学们要注意 那临终住念相当困难 有几个人能在生死关头 把自己的心把持得住 我们不用说生死关头 就活着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心都把持不住 看到有一些事情想不生气 不生气 不生气 最后还是生气 我们这个心就把持不住 遇到特别高兴的事情呢 平静 平静 还是平静不下来 那何况你生死关头 因为我们这个人心呢 是最无常的 最难安护的 最难调和的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阿弥陀佛替我们选的是 口称佛名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你就知道了 具具佛号 行愿具足 所以很多人 看了善导大师这个解释 他就念佛念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就是归命就是愿 阿弥陀佛就是行 所以中风禅师讲 六字鸿鸣必尽该 你看中风禅师也告诉我们 念佛怎么念 一从佛像舌根念 没有说从义根念 从义根念 临终的人受不了 临终的人呢 心意已经慌乱掉了 尤其是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临终地狱向陷 许多恶向陷 他那个恐怖 是我们很难体会的 这个时候他还遇到善知识 说你念佛就能往生 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慌乱中这么念 十声乃至一声 阿弥陀佛就现前 接他到极乐世界 同学们想想阿弥陀佛厉害不厉害 这个法门殊胜不殊胜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念佛的时候心就安了 这个心安呢 是你就不会再往别的法门去涉猎了 你也不会再怀疑自己 虽然念佛不能往生 所以这段话我给大家再读一遍 就是今次观经中 观经是净土中的正义经典 师圣称佛即有十愿十行具足 云和具足 言拿摩者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一 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示异故必得往生 所以同学们 你就劝人念佛就好了 你给他讲别的他听不下去 你就念这六个字 我劝我父亲念佛 我就跟我父亲讲 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 你念他的名字 他就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我父亲跟我一点也不客气 你搞你那套 你不要管我 你那套我真的没办法信 你说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我怎么信 有一尊阿弥陀佛 你让我怎么信 我也没见过 我能不拦着你 你就阿弥陀佛吧 后来没办法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都出家了 给个面子 念几声好不好 我跟我父亲讲到什么程度 你就拿这六个字 当口头语念 拿摩阿弥陀佛 我父亲 这叫什么 叫南无阿弥陀佛 不是 我叫拿摩阿弥陀佛 我还教一下 就这么念 给个面子 你看我都出家了 我父亲就给我面子念一念 所以同学们 这样念也能往生 只要他常常念 所以我们教别人念佛的时候 现在教都很安心 他什么都不懂 没关系 念 南无阿弥陀佛 会念了吗 会念 经常念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你就交给阿弥陀佛了 他念这句佛号 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佛号当中 包含了 叫以佛的果地诀作为因地心 所以同学们 你对这个法门了解得越透 你教别人的时候都安心 他喜欢多听就多讲 他不喜欢听 就六个字告诉他 好好念就行了 安心念 至于什么情况不用管了 只是提醒他念 家里人不反对 播放一个念佛机 他天天听 可能人还没往生呢 他家的蟑螂老鼠先到极乐世界 这个音声就有佛愿佛行在其中 所以我学了诗帖书 我看了之后啊 我就特别欢喜流通佛号 我到哪一个 法宝流通处也好 或者是流通佛像 法宝的这个地方 我都看有佛号 我就收集 收集的 这个比较我有能力的 我就多做 然后供养别人 等我们这次学习要圆满的时候 我就供养同学们 一言一个佛号 也是一个小的 不说了 到时候再说 我到时候要结束前三天 我就开始发 因为有些同学今天来了 明天不来的 我就提前三天开始发 这样的大家可能那天没来没关系 三天有效期 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佛号的书圣 大家学了这个诗帖书 你才知道这六个字不得了 同学们再往下看 又来论中称多宝佛为 称多宝佛为求佛果即是正报 下为发愿求生净土即是依报 一正一依起得相识 他们用论中的话来评论净土法门 三导大师就给我们分析 那个论中说称多宝佛 他是为了求自己成佛 正果 他是求正报 我们净土中这个发愿求生净土呢 他是求依报 一正一依起得相识 再往下读我们就看懂这句话了 然正报难期 一行随经未克 一报一求 所以一愿之心未入 随眼 同学们在后面是比喻 譬如边方投画即易 为主即难 什么意思呢 这个论中讲念多宝佛呢 是为了求自己成佛 净土法门发愿求生净土呢 他是投画 自己成佛是正报 投画是依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像我从中国来新加坡容易 叫投画 新加坡是个依报 我来到新加坡办个签证 我就来了 叫投画 坐个飞机就来了 念多宝佛是求正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来我想当新加坡总统 这个难不难 正报就是自己成佛做主 投画呢 我是投靠 这个很简单 所以你看这边讲 譬如边方投画为主即难 你来这边来投画来拘留 相对来讲就容易 你来这边想做主 想做这个一国之主 那就难了 那有相当的福报因缘 即使你一行随经未克 也未必能够正入 所以同学们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同修 大家要注意 我们净土中的宗旨是 在净土成佛 同学们听清楚了 在净土成佛 我们现在在说佛世界是绘土 佛教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不是要你在说佛世界有什么成就 是要你换一个世界到极乐世界去成就 说佛世界是要你认清楚它的虚妄 生起燕离心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 你在这一世可能不会有什么成就 你虽然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般人看着你也不太瞧得起你 你也没什么能耐 念了还是笨笨的 本来挺笨 念了还是挺笨笨的 本来也不富裕挺穷 念了半天还这么穷 其实这个不是事 阿弥陀佛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成就 因为在这个世间的许许多多成就都是虚妄的 后面会讲到 即使正阿罗汉果了 在大乘佛法里面 什么叫阿罗汉 在小乘佛法里面阿罗汉是圣人 很好听 在大乘佛法里面阿罗汉的名字就很难听 叫菩萨死 难听不难听 在大乘佛法里面 就是佛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 谈到阿罗汉的时候只有批评 赫赐他们是骄牙败重 但是我们在人天道 你没有资格去赫赐阿罗汉是骄牙败重 我们比阿罗汉不差太多了 所以站在不同的高度 佛说法是不一样的 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 那阿罗汉很了不起 神通广大 智慧了得 他可以超越三界 可以做人天功德主 你看这个话都很好听 佛从上面往下讲 从大乘往下看 就难听了 没有一句好听的了 就赫赐他们要出离那种 九次地定 要往上走 发菩提心 所以佛在不同的阶段 说不同的话 你看在一般的佛法里面 佛就告诉我们 多亲近三知识 多亲近菩萨 你看三岛大师 在阿弥陀佛这个法门里面 告诉我们 宁伤今世错信佛语 不可以菩萨论为指南 因为在这个法门里面 只有佛可以说话 其他人没办法 偶依大师告诉我们 在这个法门里面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 非九戒众生 智力所能信解 这些重要的话 我跟同学们不断地提 作为同学 我也在给大家洗脑 因为我们用通常的观念 洗脑洗得太厉害了 告诉你一个不思议的法门 你受不了 所以祖师有的时候说话 有委屈啊 说太简单了 你说你是邪教 善导大师是弥陀化神 有不可思议的 加持力 祖师才敢说这个话 在弘扬净土法门 善导大师不随众生意 完全随顺佛意 但是在 历代的净土宗祖师当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祖师是随顺众生意 来慢慢引导进入净土法门 所以善导大师的净土宗思想 跟其他的历代祖师有特色 其他历代祖师也不是说不懂 但是他在度化那个时代的人 他需要一些方便 善导大师呢 他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 一个宗派的建立要有正义经典 祖师传承 叛教理念 中义确定 没有这些条件 这个宗派不能成立 而这些方面完善的 教理教义经典 全部都是善导大师把它 完成系统化 体系化 在我们这个四帖书里面 有判教 有判刑 有中义确定 有经典依据 全部在这里面给我们完成 所以这个叫本书 叫凯定书 叫正成书 所以观经四帖书是不得了的一部著作 但是我们 我们常年在静中学会 我们专修无量寿经 所以很少来涉猎观经 同学们有这样一个无量寿经的基础 你在学观经就不一样 然后你学完观经 你再回过头看无量寿经 跟以前看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四帖书 散导大师可以说是把这个传承系统化 同学们往下看 今时愿往生者 并是一切投化众生 岂非一也 那岂不是很容易吗 但能上尽一行 下至十念 以佛愿力 莫不结枉 顾名一也 这个顾名一也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说往生容易呢 同学们要知道 为什么说往生容易 因为是以佛愿力 靠佛愿力 所以往生很容易 同学们 我们赞阿弥陀佛 为什么 你看我们赞佛记 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 都赞叹阿弥陀佛 同学们赞叹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但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很难 那你说阿弥陀佛还是 还厉害吗 阿弥陀佛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们 往生他的佛国土很容易 才显示出阿弥陀佛厉害 假如我们往生很难 那阿弥陀佛厉害在什么地方 高明在什么地方 我们赞叹一个医生 我前面给大家举个比喻 我们赞叹一个医生怎么赞叹 哎呀这个某某医生啊 有一个这个别人都治不了的病 一看这个人必死无疑了 哎呀遇到这个医生啊 一下就治好了 这个是赞叹这个医生 越难治越治不了的病 遇到这个医生 一下就治好了 是赞叹这个医生 那同学们看我怎么赞叹这个医生 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特别高明 怎么高明呢 我有一次发烧 他用了三年就把我的发烧治好了 这是赞叹这个医生吗 或者说他用了三年 还没治好 这个不是赞叹医生 这是骂医生 这是诽谤这个医生 然后同学们你仔细观察 有多少念佛人在诽谤阿弥陀佛 我这边念佛堂里念了十多年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精进 出来有人问你能不能往生 不能 哪能往生啊 你这不是你念了十多年 还拜棒阿弥陀佛 念十多年还有念三十多年的 念得非常精进 然后劝别人念佛 来吧念佛很好 然后那个人问 哎呀那你念三十多年了 你往生早就有把握了吧 没有哪里有把握呀 来你来念吧 对面那个人怎么念 你念三十多年都没把握 你还让我来念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棒佛 自己不知道 这个法门呢 阿弥陀佛的愿力确实不可思议 我们学善导大师的这个著作 你慢慢体会 善导大师慢慢把我们那个 思维逻辑给拿掉 然后老老实实的顺佛愿 最后你看别十亿 前面还有九品网生 作为祖师判错的地方 他慢慢就把我们通常 这个观念都拿掉 我们通常的观念是 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这段就给你拿掉了 口称佛名 就十生称佛 即有十愿十行具足 你还用什么心呢 这个同学们别听错了 那我一边念佛 我用什么心都行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重要在佛号上 讲往生的时候 你不要想 哎呀我要心这样 我要心要那样 你哪样啊 我们这个心呢 我们控制不了它 它一会儿欢喜了 一会儿又生烦恼了 一会儿控制不了 同时说我要是能控制 我就永远不生气 你敢出去喊 我说我永远不生气 哪个人敢喊 喊完了就有人让你生气 有人不敢发怨 一发怨魔障就现前 心我们很难控制 嘴还好控制一点 拿摩阿弥陀佛 这最好控制了 就这么念 就能往生 真的吗 你说真的吗 业障就现前了 什么叫绝海啊 拿摩阿弥陀佛 什么叫绝海啊 念佛决定往生 什么叫虚空起啊 真的吗 这虚空就起来了 然后就 我想不一定嘛 就说破夜浪流了 遇到善知识 若人登彼岸 极乐有归咒 还得回到这儿来 所以同学们你看 善导大师 谈一谈谈一谈 就回到佛愿力 还到佛力 不能离开佛力 离开佛力就不得了 那佛力在哪里 佛力就在这个佛号上 阿弥陀佛成就 就成就这个佛号 我们就用这个佛号 与十方祝佛同体 阿弥陀佛用这个佛号 把我们跟他绑定在一起 绑定到一起以后 阿弥陀佛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们上了这个飞机 我自己不会飞 但是我上了飞机 飞机飞多高 我就飞多高 我上了阿弥陀佛的飞机 阿弥陀佛的成就有多高 剩下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想 说出来容易 遭到打击 所以同学们 你要明白这个法门的特色 明白之后我们要清楚自己 我们自己还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我坐着飞机飞上天了 我还要清楚 我还是不会飞的 是飞机飞起来把我拖起来的 不可以骄傲 你坐飞机 然后下来了 你跟别人讲 我会飞了 人家你飞给我看看 没有飞机你飞个看看 所以我们往生是靠佛力 同学们在哪里看 诗乃不可以言定义 这是它是不可思议的 取信之者 怀疑 要引圣教来明 欲使闻之者方能浅和 所以善导大师把这些意思 在选一分都给我们提出来 后面在观经当中 以经文给我们做证明 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们念佛必定往生 有愿必定往生 所以同学们你会发现 我们往生 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往生 不是修来的 你就听着听着听着 听着这个观经世界的时候 就往生了 怎么往生的 你这个心就发出来了 自然发 你一听听听听听 这愿就出来 愿生净土 愿生净土一出来 你一定念阿弥陀佛 愿就把你的符号带出来 带出来就往生 带出来以后你就退不了了 这个叫 皆不退转于阿弩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法门的特色不是修行 它是随顺 我还要补一句 不是修行 不是说不让我们不修行了 我们还要修行 修行是我们随顺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但是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提这个 往生的时候只提佛愿力 我坐飞机能飞起来 我只看飞机 是飞机把我再服起来的 那在陆地上我能走路 你就不能 你就要靠两条腿 你说飞机是再服我的 然后我在地下不走路 他也往前走 那就不对了 你两条腿还要往前迈 所以讲往生的时候 不谈个人的修持 讲世间因果报应的时候 绝对离不开个人的修持 所以我们还要努力修行 这样我们才能平衡 有很多人不会听 反正怎么样都能往生 那做点坏事就做点坏事 造点业就造点业 念阿弥陀佛张嘴就行了 心怎么想都不影响了 那开始胡思乱想 这个都是不对的 都是对这个法门有一些误解 所以我们两面要把它平衡 既要努力地断恶修缮 努力地发好心 发孝心 发感恩的心 但是我们还要念阿弥陀佛 这样你又能往生极乐世界 现世又过得幸福美满 你能够顺性发心 你就能跟许多众生结上法缘 结法缘的目的是什么呢 同生极乐国 所以在世间我们就有主题了 我们跟一切众生结缘有目的 什么目的呢 帮他念佛往生净土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与祝佛的愿是完全相应 你就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佛力的加持 这个说没有用 你去做 朝着这个人生主题去发心去做 你就能感受到佛力的加持 佛力加持最好 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体现是什么呢 就是对这个法门生信心 对极乐世界能生起怨心 就得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 你从这个角度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越帮助越有信心 所以作为同修我是 从10年以后才开始接触观经四帖书 那个时候还跟同修们学 学药解 然后过了两年学《无量寿经》 因缘成熟了 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讲观经四帖书 现在因缘成熟了跟大家学 给大家有个铺垫 然后慢慢进来 有这个依据 我跟大家学习的时候 对我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 老法师给我们讲 你发愿上台 就是发愿把身体交给阿弥陀佛 所以在台上的时候 我们说散导大师的话 说阿弥陀佛的愿 就是佛散导大师附体 下了台了我就是凡夫 我还是凡夫 但是我们说的话 说的经论是依佛依主师的话 所以同修们就能感受到佛力的加持 什么叫佛力加持呢 就是你能听了声信心 对往生越来越清净 信心越来越清净 怨心越来越明了 你将来临终的时候就是一个清明的状态 我跟同学们在一块学习 我的每堂课都感觉像过年一样 那个内心是无比的喜悦 好像我们就沐浴在阿弥陀佛的怨海光明当中 你心越来越安乐 往生这个事情越来越清晰 这是第五门 第五门是会通别时意去 显示这个法门往生之意 往生之实 这个是散导大师破除我们的通途的知见和观念 让我们随顺佛的不思议功德 不思议愿力 不可思议呢 就是超越我们的思维范围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只有随顺 随顺得意 所以这个法门就是随顺 听话 佛告诉你张嘴念你就张嘴念 到时候佛就来接你 同学们再看底下第六大段 第六 会通二乘种不生之意 二乘种不生意者 这个二乘种不生是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的话 有很多人就解释错了 二乘种不生 就是修二乘的人修小乘的人不能往生 实际上呢 前面天亲菩萨还说了一句 叫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 同学们把这个意思要领会错了 明天再来听经的就没有女众了 那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 那你意思就把它搞错了 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 善导大师要给我们说明 二乘种不生的真实意 所以由祖师给我们解释 我们才知道祖师的见地不可思议 所以同学们 学佛一定要跟高人学 一定要跟明白人学 以前老法师给我们讲 阿南问是佛吉凶经 阿南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有些人学佛吉祥如意 有些人学佛学得这么倒霉呢 释迦牟尼佛就 因为阿南的这一个问题 说出一部经 叫阿南问是佛吉凶经 佛就说什么人学佛吉祥呢 学佛吉祥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从明师受戒 然后专信不犯 专门相信他 不能违反他 所以这个从明师 那个明呢 老法师还特别强调 不是有明的明 不是明神很厉害 是明白的明 那我们学净土法门 我们现在学 《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 我们是跟散导大师学 同学们 散导大师是不是明白人 散导大师 我们在前面读虚文的时候 是阿弥陀佛化身 再来的 讲自己成就的这个法门 你说能讲不清楚吗 所以能遇到最明白的人 最透彻的人 就是见地 跟佛最相应的人 就把我们的见地也往上提升 所以散导大师告诉我们 在这个法门里面 菩萨的见地都不够 我们要依佛的知见 下面同学们看这一段 散导大师给我们的说明 问曰 问曰 弥陀 禁国 为当 世报 世话也 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是暴土啊 还是化土 答曰 世报 非化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的回答是干净利落 云和得知 这个后面就讲原因 如大乘同性经说 西方安乐阿弥陀佛是报佛报土 这个是大乘同性经里面 有这样一句经文 这是找出经文做依据 所以散导大师的每一句话都有经典依据 又无量寿经云 就依无量寿经的经文 法藏彼丘在世饶王佛所行菩萨道时 法四十八愿 依依怨言若我得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 愿生我国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段话大家再注意看 一个字都不要漏掉 我再给大家慢慢的读一遍 法藏彼丘在世饶王佛所行菩萨道时 注意了 法四十八愿 同学们看底下这个四个字 依依怨言 就是他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在说 说什么 若我得佛释放众生称我名号 愿生我国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哪一愿都在告诉我们 第十八愿 换句话说 第十八愿包括所有愿 你只要口称这句佛号乃至十念 生生佛号都具足佛的圆满愿行 圆满功德 所以四十八愿里面 第十八愿不是单立的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一一愿言 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其他的四十祈愿呢 是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升起 仰往 向往之心 怎么去呢 第十八愿 你向往的整个的极乐世界 第十八愿帮你通通得到 否则的话没有第十八愿 那其他的四十祈愿就是跟我们开玩笑 极乐世界没有恶道 去了极乐世界的人 不会再多恶道 极乐世界 身无差别 身兮金色 等等等等等等 说了四十祈愿 最后告诉你 你去不了 这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第十八愿告诉我们 人人去得了 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庄严 就是阿弥陀佛免费赠送 怎么赠送呢 他把他所有的功德存在这个佛号里 佛号送给你 你一张嘴 你一张嘴佛的功德就来了 所以同学们 这个地方要看清楚 因为有很多同学会误会 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专第十八愿 其他的四十祈愿我们可能就没有了 这个地方大家看三岛大师说的 一一愿言 所以我们念这一句佛号 佛所有的愿行都在其中 这段话我再跟同学们读一遍 法障彼丘在世饶王佛所行菩萨道时 发四十八愿 一一愿言 言什么呢 就是每一愿都在跟我们说 说什么呢 说若我得佛十方众生 称我名号 大家注意看 称 愿生我国 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就是佛的话 其他乃至于菩萨所有祖师大德的话 与这个话不相应的不为准 以阿弥陀佛的话为最根本的依据 同学们真的认定这个了 你往生的心就永远不会动摇 你就老老实实念佛 别人说你往生你也阿弥陀佛 说你不能往生你还是 拿摩阿弥陀佛 任何言论之见破不了你的信心 这皆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自己建立信心了 自己没有损失 你也不会误导别人 耽误别人 像前面善导大师讲的 知识勿他 这个就很麻烦了 今记成佛 现在既然成佛了 即是仇因之身 仇因就是他要满他因地所发的愿 所以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可以成佛的时候 可以往生的时候 那就看你要不要去了 凡是要去的都能去 凡是没去了的都是不愿意去 所以愿圣即圣 又观经中上辈三人 临命中时皆言阿弥陀佛 即与化佛来引此人 这是一句观经里面的话 阿弥陀佛即与化佛 就告诉我们 然报身兼化 共来授手 故名为与 你看阿弥陀佛与化佛 那说明阿弥陀佛就是报佛 他才与化佛来授手 所以这个语是 然报身兼化共来授手 以此文证故知是报 这就给我们证明 阿弥陀佛是报身 然报应二身者眼目之一明 说佛的报身和应身 同学们我们这叫什么 眼睛 也叫什么 也叫目 你看一个眼睛 一会儿叫眼睛 一会儿叫目 名字不同 说的是一回事 佛一会儿说报身 一会儿说应身 也是名字不同 报应 就像眼睛跟目 名词不同 说的是一回事 众生分别执着太重了 说这个叫报 这个叫化 非要分出个报话 那套六祖大师的话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就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是听佛说法 不懂得如来的真实意 所以我们看看祖师的诸解 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对佛法有许许多多 无量无边的误解 我们看看善导大师的著作 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对净土法门的误解 也很深 所以往生不安心 往生不决定 念佛不安心 前番报作应 后番应作报 就是互相解释 互相凸显 凡言报者 因行不虚定召来果 以果应应 故名为报 我们说报答呀 我发了这个愿 我要落实我的愿 要报身 由三大生起所修万恨 必定应得菩提 今济道成即是应身 也可以说是应身 他成佛了 再硬化到我们这个世间 或者硬化成 来接我们 是乃过现诸佛便利三身 除诗以外更无别体 这是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纵使无穷八相 名号成杀 客体而论 纵归化设 今彼弥陀现世报也 同学们 你看我们念这个 你到一些传统诗院里面 做晚课的时候念八十八佛 你看念到阿弥陀佛 就跟念别的佛不一样 念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念 法界葬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报佛 是报身 其他所有佛是化佛 我们老分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这个是药师佛 这个是阿弥陀佛 这三尊佛就是这个 它就一定是释迦摩尼佛 它就一定是药师佛 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 等你成佛了 发现是一体的 十方三四佛 共同一法身 我们凡夫之间呢 我就是我 他就是他 你就是你 我们三个就是分开的 不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 所以我们就会有 对立 有损人利己 有自私自利 有竞争 有斗争 哪一天一成佛了 这些话都叫妄语 虚妄的言语 虚妄的分别 虚妄的受苦 虚妄的被折磨 虚妄的生气 因为是虚妄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可怜民者 本来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分要切 地球本来没有分出国界 现在我们都切出来 这个地方是哪的 那个地方是哪的 但是已经形成这个气候了 你又不能说通用 就随顺这个圆 让大家去觉悟 切割得越多 人越苦 同学们看古时候的人 住的是什么环境 你看现代人 住的是什么环境 你看我们新加坡的 建设这个楼房 一家一家的 你看看 过去都是 住在这个旷野 大家都没有院子 家家都没有围栏 慢慢慢慢发展 全院子 再发展 没地方了 往上走 然后有门 有墙 一开始是一道门 现在都是变成两道门 再过一段时间 三道门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往上了 不知道几道门了 你在极乐世界再看 就是说明人越来越苦了 门越来越多 人就越来越苦 你为什么要造那么多门呢 因为害怕 门少了人就容易进来 侵犯 所以世间呢 这个逼迫向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门是庄严的 不是来防范人的 围栏啊 蓝巡啊 它是以庄人为目的 我们这个门是以防贼为目的 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再把书翻过来 问曰 既然抱者 抱身常住 永无生灭 何故观音受记经说 阿弥陀佛亦有入涅槃时 此之一意若为通事 有人就问了 那阿弥陀佛也有灭度的时候啊 抱身也有灭度吗 抱身有灭度 就跟我们通常的观念不一样 抱身佛是没有灭度的 灭度的是化身佛 它硬化的机缘没有了 它就走了 实现灭度了 抱身佛不是的 它是真实抱身 有始无终 法身是无始无终 化身是有始有终 我们大概是这样理解 这样一个观念 那同学们看 散导大师怎么解释 答曰 入不入义者 为是诸佛境界 这个我们就不要去猜测了 它是佛境界 是入还是不入 尚非三秤浅至所愧 其况小凡则能知也 就三层圣贤 跟佛比都属于浅至 就像佛经里面讲的 就穆建莲那个神通第一啊 跟佛比它都变成毛尘水 跟大海水比 所以它去这个毛尘水去测量大海水有多少 那得测多少次 测不出来 其况小凡则能知之 就是我们这种劣等的凡夫怎么能知道呢 虽然这样讲必欲知之 虽然这样讲 我们还是要你找出个说法 敢引佛经以为明证 那么善导大师就来引经 来作为我们的证明 让我们安心 同学们往下看 何者如大品经涅槃飞画品中说云 大品经可能就是大伯若经 六百卷大伯若 里面有一个涅槃飞画品中说云 善导大师举出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很长 佛告虚菩提 余辱亦云合 若有画人做画人 是画颇有实事 不空则否 虚菩提言 不也是尊 佛告虚菩提 舍即是画 受想行识即是画 乃至一切总至即是画 虚菩提 白佛言 四尊 若世间法是画 初世间法 已是画 所谓四念处 是正秦 是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绝分 八圣道分 三解脱门 佛十立 是无所谓 是无碍字 十八不共法 并诸法果 即贤圣人 所谓虚托华 斯托韩 阿那韩 阿罗汉 披治佛 菩萨 摩和萨 诸佛世尊 是法 亦是画佛 他问佛 世间法 初世间法 是不是画 乃至于 这个里面的圣人 是贤圣人 正果的人 他们是不是画 同学们看佛怎么混答 佛告虚普提 一切法皆是画 佛就告诉我们 你刚才说的这一切法皆是画 于是法中有生文法变化 有披治佛法变化 有菩萨法变化 有诸佛法变化 亦有烦恼法 亦有烦恼法变化 亦有因缘法变化 亦是因缘故 虚普提 一切法皆是画 画 画就是我们说硬化 帮助我们觉悟也好 它是 我们说画 它是变化 我们再往下看 虚普提 你若有法生灭相者皆是变化 虚普提言 世尊何等法非变化 同学们听老法师讲经 老法师有讲过这一段 说凡是变化的 都是假的 凡是不变的那个才是真的 所以你以这个来判定 将佛告虚普提 若有法生灭相者皆是变化 所以同学们 佛就把它归纳为两种生世 分段生世跟变异生世 变异是什么 变异就是变化 变是变化 意就是不同 所以菩萨法它也是变化的 出地提升到二地变化了 它没变的话它还在出地 没生到二地 所以菩萨它还有变异生世 到什么时候不变了 分段生世也没有了 变异生世也没有了 这个人就不变了 这就真成佛了 就真佛了 所以佛有真有假 反正还有变异生世的佛 都不是圆满佛 然后同学们再续着这个文看 虚普提言 师尊何等法非变化 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法 画都是变化 会变的 那什么法不变呢 佛言 若法无生无灭是非变化 真实的东西它没有生灭 虚普提言 何等是不生不灭非变化呢 佛言 无狂向涅槃是法非变化 世尊 如佛自说 诸法平等 非生文做 非披制佛做 非诸菩萨摩合沙做 非诸佛做 有佛无佛 诸法性常空 性空即是涅槃 云和涅槃一法 非如画 佛告虚普提 如是如是 诸法平等 非生文所作 乃至 性空即是 涅槃 若心发意菩萨 文是一切法 毕竟性空 乃至涅槃 亦如画者 心则经部 为是心发意菩萨故 分别生灭者如画 不生不灭者 不如画也 所以说到究竟处 连涅槃也是画 直接告诉我们真的 心发心的菩萨就 心生经部 惊慌恐怖 你在学佛 你在依法而行 在修持 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 你这个法是假的 你心就慌了 同学们不知道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在初出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天天读《无量寿经》 我读的是 夏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在国内就看到一个杂志 专门批评汇集本的杂志 我以为我很有定工 看一看 不会影响我的信心 一看了之后 我心真有点发慌了 好像他说的有根有据 所以心就慌掉了 当时我们当家师就呵斥我 以前还有人说 楞严经是假的呢 你一看一个杂志 你心就慌了 为什么慌呢 因为你医治这个经 现在有人告诉你 你这个经是假的 你心慌不慌 所以 其实假的没有错 但是你一听你心就会发慌 因为你依靠它 我们常常讲 借假修真 什么是假的 佛法是假的 你一告诉你佛法是假的 同学们都慌掉了 我学了这么半天佛 你告诉我佛法是假的 我们为什么学佛学得不如法 就是认为佛法是真的 真有罗汉 真的要去执着 这个是罗汉 这个是生文法 这个是菩萨法 一定要分出个界限 这个是大乘法 这个是小乘法 在起初的时候要帮你分 像我们刚刚学佛 你还没有进入出世法的时候 佛就告诉我们 什么是善 食善业道是善 跟食善业道反过来就是恶 先让你分别善恶 假如你停在这个地方 你就出不了六道 再往你上提升 那个善还要提升 然后慢慢从适法过渡到初适法 小乘法 然后再从小乘法慢慢 你看佛在佛藏经上讲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者 非佛弟子 你要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来 我们也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乱套了 你到临终这个人 他一生都没遇到佛法 都没有修食善业道 也没有修敬业三福 然后我们就说 那你怎么念也不能往生 你在告诉临终这个人 你要发心修食善 你要发心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 他一听都吓跑了 他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就直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同学们有很多法是方便接引 需要用的时候它很方便 你要是执着它 你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 就佛在金刚经主的比喻 这个法是帮助你像一个船一样 帮助你渡过这个河 到河对岸了 你要不把船放下 你还是上不了岸 所以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把它这个大概意思听懂 经济以思教 厌知弥陀定是报也 纵使厚入涅槃 欺易无防 诸有智者应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 珍藏不变的 阿弥陀佛的这个法是珍藏不变 过去三千年前的人念阿弥陀佛能往生 三千年后 三万年后 三亿年后 不管多少年后 这个法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不生不灭 他不来不去 这一方面 释迦摩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 有对阿难尊者说明 阿弥陀佛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 距离我们多远多远 有成就个世界叫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所以这个不生不灭呢 是非变化 所以这个非变化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共性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 是不变的 那这个地方呢 古来的这些主食大德 都给我们做个比喻 就是以金做器 器器皆金 我们拿黄金做一个佛像 再拿黄金做一个人像 再拿黄金做一个小猫小狗 或者金盘的金碗 金手镯金耳环 那同学们仔细观察 说成佛像 佛是真的假的 一会就把它金融了 再说成人像 佛像也没了 人像一会再融化 说成一个小猫小狗的像 同学们 它融化来融化去 什么东西没变 黄金没变 这个东西是真的 所有像呢都是假的 所以所有法呢 它都是变化的 就有生有灭的那个东西 都是变化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从比喻 同学们大概去体会 你也不能执着 那阿弥陀佛的像变不变 是不是黄金说出来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的身不变 阿弥陀佛身金色 向好光明五等轮 它的报身呢不生不灭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也不生不灭 所以有些境界呢 这跟我们讲已经 怎么讲我们都理解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叫不思议 我们就去思议思议思议 思议 我有一次讲《弥陀经要解》 讲到这个体性的时候 我在下面准备讲稿的时候 我都心感觉很苦恼 为什么呢 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因为你要讲的时候 要思议的 要用言语啊 给它表达出来 台下的人要能听懂 你说我讲的人都不懂 台下的人怎么能听懂 所以我在讲《弥陀佛》的时候 在声座的时候 我拜那三拜 不光为自己拜 也替当时的听众拜 那我都不懂 希望他们能懂 讲到体性啊 真如本性 我一上台讲就有感应 我在台上讲 我的眼睛往下看 台下有点头的 他点头我都奇怪 我都没懂呢 你懂了 所以真实法很难懂 像这段文呢 你看同学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的不多 我也不太懂 老法师教我们一招 不懂的 别乱讲 读过去就好 但是我们总之而言之 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凡是变化的都是假的 阿弥陀佛是不变的 阿弥陀佛是不变的 是真的 阿弥陀佛这个法是不变的 同修们 所有众生成佛 最后一定到这个法上来 成佛的必经之路 不念佛怎么做佛呢 你不管修什么法门 最后修修修修修修到华藏世界 入了华藏世界 正德法身了 然后普贤菩萨告诉你 十大愿亡 道归极乐 有些人就修吧 修了无量阿弥陀佛 终于正德法身了 跟普贤菩萨在一块了 然后普贤菩萨告诉他 你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了 然后他跟普贤菩萨念佛到极乐世界做佛了 一看我们跟他一块修学的这些业障深重的众生 早就去极乐世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凡夫的时候直接就接受了 所以同学们 你现在能听明白什么叫善根深厚 什么叫行超普贤 什么叫善根深厚 一听就信了 一听就念了 这个人叫不思义人 所以以前老法师讲啊 我们给人讲念佛法门 这个人听完就念了 就开始发心 就这么做了 哇这个人呢 讲经的法师都佩服你 为什么呢 因为讲经的法师一开始讲的时候 还没发心呢 他讲着讲着 顺着这个经教才理解才发心 所以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呀 你学完经教再看他这些老老师的 老老实实念佛的这些 所谓的摘公摘婆 那都不是一般人 他可以不用听经 他就念了 老老实实念了 然后什么问题都没有 也没有问过人我能不能往生 也没有问过人我临终 万一老年痴呆了 万一昏迷了 万一这样 他都没有这些问题 他就这么天天念 这个人真不可思议 像那个锅楼酱一样 所以同学们 我们来听经的 我们慢慢学习这个善根 慢慢慢慢引发 你就老实了 然后你回过头来看那些老实人 你才知道真不可思议 你就有佛眼观世间 以前我们观念上认为 这个人很了不起的 你在现在学完这个法门再去看 你就发现他的善根不够 虽然懂得很多佛法 虽然做过很多好事 但是他没有老实念佛 他善根是少善根 所以弥陀经常才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必过 欧易大师特别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一心念佛的这个人 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还有很多人误会 他念这个阿弥陀佛 哎呀 这一句佛号可能不够啊 佛都明明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必过 我念这一个佛号哪能够啊 我在国内就遇到这样一个局势 所以他就去多培植善根 他怎么培植呢 多听经 什么经都听 福怎么培呢 哪有好事他都去做 有钱捐钱 没钱出利 没钱没利 随喜赞叹 他就用这种方式 说赔自己的福 实际上这样的人 在弥陀经里面是少善根少福德 信愿持明的人 老实念佛的人 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同学们 哪一个最容易让我们 引发我们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善导大师这部注解 最容易引发 你真正顺着他读下去了 读一遍下来 基本上你就老实念佛了 读一遍下来没有的 再读第二遍 你才慢慢熏悉熏悉 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 通途法门的观念 没有办法衡量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一段 时间到了 明天我们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